事实上开了几次记者会以后 现在海军委屈挥缩起来了吗 那管毕临说那我一件承担 他又是一个鹰派 那你说新闻二一事实现 要怎么样处理才会落幕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4月22号 管毕临获得了留任 管毕临的留任 加上邱锤正出任入委会的主委 再加上顾立雄担任的军事首长 还有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胡钊燮 这几个人组合成的大陆团 说明了赖清德对二一事事件的处理 经文二一事事件的处理 他的态度已经非常的清楚 我们就拿管毕临的留任来讲 对于管毕临的留任 因为在他任内发生了金门二一事的事件 所以他留任 各位去看卓龙泰的发言 坚定执法 毫不退缩 不卑不抗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显然 赖清德非常肯定 管毕临对金门二一事事件的处理 那管毕临对二一事事件的处理 究竟是处理的好 还是不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从他话中的意思 对于二一事事件坚定支持海巡执法 坚定支持海巡驱赶 坚定支持海巡的取缔 还有对于金门二一事事件的谈判 不卑不抗 这已经定调 就是说支持管毕临的做法 既然支持管毕临的做法 那金门二一事事件 再加上秋锤正 秋锤正对于大陆事故 他不如邱泰山来的元龙 邱泰山至少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讲什么话 他都掌握的非常非常的精准 但是我们看秋锤正 他对于所谓的两岸政策 包含是不是炎黄子森等这一些 他的发言 中国大陆能够接受吗 那除此之外 再加上强硬派的军事首长 不像邱国正 该忍的时候他就要忍 该放炮他会放炮 那现在是顾立雄上来 他自认为是顾命大臣 又是两朝元 又跟美国日本关系那么好 对大陆也非常的强硬 这是顾立雄 那吴昭燮不用说了 这个阵容已经放在这个地方了 那你说金门二一事事件 解决在旺吗 还是说金门二一事事件 会死托活托 托到大家都忘了呢 还是说金门二一事事件 就摆烂到底 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 金门二一事事件 在马英九跟最高领导人谈 谈完话之后 4月11号 曾经出现一个转换的机会 就是中国大陆 递出了和平之手 也递出了感染症 希望重启谈判 但是这个重启谈判的时间 当然是在5月 5月初 就我所知是5月初 那现在呢 要进入第17轮的谈判 那管毕林的留任 邱垂政的强硬 再配合所谓顾立雄的嚣张 那你说 在五二四事件 究竟会不会有新的气息出现 我觉得是 这些契机是完全没有 还是沿袭所谓的16次的谈判 就是补偿 注意啊 不是赔偿啊 是补偿 到些叫做制疫 叫做制疫 那至于 船只等金门地检署的检查报告 出来以后 增结报告出来以后 会还给中国大陆 大概它的底线就是这样 至于说有没有执法上的尾思 有没有说在追赶过程当中发生的不测事件 至于说原因 对不起 他们通通不管 现在只管的一个 就是中国大陆你要尊重我海巡执法 现在定调就是你要尊重我的海巡执法 否则的话 这个是不谈了 中国大陆当然也会尊重海巡的执法 但是什么叫做海巡的执法 发生事情的过程 台湾有讲清楚吗 事实上开了几次记者会以后 现在海巡已经龟缩起来了 那管碧林说呢 我一见承担 他又是一个鹰派 那你说金门二一四事件 要怎么样处理 才会落幕 你看他的人事阵容 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谈就谈 不谈拉倒 而后再说 这个就是管碧林的态度 这也是赖清德的态度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金门二一四的后处理 如果地检署的报告 管碧林的态度 再加上赖清德的强硬 各位想想看 会有新的气息出现吗 只不过还是在 歹息脱红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去 刚才会有这些资源 用脱红而已 感谢观看